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 少少... off my brain I'm relaxed driving And don't worry, I'm looking at the road OK? And... 那... 希望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 with so many of your friends 讓多些朋友可以收藝 那關於上次我放了一個 關於Depression那段片 很多朋友就PM我 多謝你們的分享 你們的故事 真的很有興奮 Coach Henry 也很開心 大家都可以參加 去開啟發 當然你們不會開啟發 亦都沒有問題的 亦都明白的 亦都尊重的 但非常尊重 每一位朋友的故事 那今天有個分享 我剛才想到的一件事 就是怎樣的看法 怎樣看這件事很重要 當然我不是說我100%適合 就是Share我的看法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就拿去用 不要用了 不要緊 或者不適合你 但無論如何 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很好的 正面的心態 去聊聊天 It's great Depression 真的沒有樣子看的 上次跟大家分享一個 說 心態 和身體 在外面 都會更強 如果你做運動 做運動 做運動 以及做運動 因為現在的Coach 會給你一個方向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看一段影片 上次的影片 都是有很多 或是有看的 那今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一樣東西 我覺得很棒 這種看法 每一天 你怎樣可以 Battle Depression 不是一朝一夕的 即是逐少逐少地做 逐少逐少地做 這是第一 先找我們研究一下 你的腦筋也是一個腦筋 如果你每一天每一天這樣訓練 我們會更強 每一天我跟大家分享如何正面一點 不如想一下你會有什麼 不是你沒有什麼 你會有什麼 那大家在這裏不知道你會有什麼 不,真的,很重要 你想一下你有什麼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無論你是打網球的粉絲 不是打網球的粉絲 你是一個教練、學生 都會應付我們 我覺得當我 有機會去跟那班很尊重的醫生 心理醫學醫生 我都會發覺有疑惑 根本是有疑惑 但因為我是Athletic 我們習慣了 日常習慣了失敗 所以我們會避免 因為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你看看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大家在想 有錢 有車 有樓 沒有 我不會說 有些朋友 如果想 有錢 有樓 有車 沒有 我不會說 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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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 我之前在健身科技 也有 跟我們說的 我們都很祝福 一個祝福 就是可以走 可以走 這是第一 你吃得睡得 大家可以在留言 認不認同我講的 不認同也沒有所謂 OK 無論你是否喜歡運動 或是不喜歡運動 你是教練或是學生 你吃得睡得 可以走 哇 這是個祝福 你每天抽小時間 你會說 Henry 這麼無謂 老套 不是的 可能有很多年輕人 現在還在看YouTube 看到 Henry說這些話 這麼老套 其實 你那些一段時間 你就會知道 而且你跟足夠的人 很感恩的人 你就會知道 可以走 可以吃 可以睡 身體健康 非常非常好 你看我不是第一次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你有什麼 不是你沒有什麼 不是你沒有什麼去想 你想你有什麼 想有什麼 不是說錢 也不是說 車或樓住 OK OK 之後呢 就想想你那個 OK 你做到什麼 是有Value 有Value Value 就是你能幫到 有幫到 幫到多少人 那你也知道 我一直在想 走我這條路 證明我 網球的教學 去幫我多人 這個就是我做的事 每一天 OK 就做一個 Self Reflection 這個是一個 剛才說的詞 這個字叫做 當你感恩 OK 你會把那些 Depression 擦開了少許 一會 因為你有的東西 你很開心 你有的東西 你應該要用深呼吸 OK 用深呼吸 你會很開心 你應該是有一個 記憶 或者是幾個記憶 或者是很多記憶 你可以 看回後 然後就覺得 很棒 當然 我經常都跟我的球員說 你一定要看回後 跟自己說 我是沒有記憶過的 不關於贏輸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把努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上 這個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呢 當你每一天都有做這件事 在某些 是否叫做冥想 總之法則 你每一天 又不睡前 你做一個Coffee Break 叫做 是 almost the same as that but you know 我沒有那麼聰明 所以我沒有炮雪包 but 至少你每一天 take a moment or a few moments 去感恩 and pay gratitude and be appreciative with what you have 就是叫做 感恩 這個叫做 行得睡得 行得 跑得 走得 食得 睡得 嘩 這個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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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做得 更加 你做的其他運動 那些 之後呢 你有Value 有沒有Value 你做的事有沒有Value 這個是 你做的事有沒有Value 你說的事有沒有Value 因為我經常在一些群組裡 看看你什麼群組 WhatsApp群組 WhatsApp群組 Facebook群組 其實不要緊的 WhatsApp群組 也好 你會重視你自己 或者每一個人 重視其他 看看其他人說的事有沒有 建設性 如果有的 Fantastic You should be thankful OK You should be You should be very thankful 有些人 你知道 多數有些人說話 是有建設性的 那你會聽 有些人說話 一向都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份量的 那你會不會聽 那些 就 不要Hang around too much 這個就是 Circle of Friends 你的Circle of Friends 是那種人 你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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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會太大分別 OK 這個非常非常 所以 你的Circle of Friends 都會很影響 OK 你每一天的 interaction OK 那這個就非常重要 因為 我上次說的 Depression 那樣東西 不是一朝一夕 是每一天 你走過一些事情 你每一天 好像你在做健身 你那個健身 應該叫做 A Gym For Mental Anti-Depression 哈哈哈哈 然後 我為什麼要分享這件事呢 因為我上次的分享 是很多朋友的 feedback 跟我分享這件事 我覺得 這件事幫到人了 那是我們唯一的原因 我們是做這件事 然後 希望它會回到我們 你的生命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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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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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件事 希望大家喜歡剛才的分享 請大家訂閱 到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朋友 讓朋友們 可以收益 當然 那些 materialistic的事 不是最重要的事 OK 是 你和每一個人的 interaction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自己是 toxic people 他自己也不知道 有些人 他自己 有些人 in their own little world 他覺得自己適合 and that's kind of sad too 那 我覺得 that's why 分享是很重要的 當你在一個community OK 很多人都會分享給你 即是說他相信你 他不會完全分享給你 他care about你 他就分享給你 這個可以的 如果你在一個circle of friends 裡面有人care about你 你應該是要感恩的 有些人 你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說一句兩句 你不聽就算數 香港有很多人 但你不可以怪別人 我們只可以怪自己 別人說一次兩次 你不聽就算了 不要再說 不要浪費 很少人 不是的 你真的要知道 因為他很care 他真的想要把訊息回家 告訴你 不是的 這件事會幫到你 這個人 你可以當作一個coach 你可以當作一個coach OK 大家可以重視你 你的community 你所謂的朋友 你的群組 那些什麼人 是真的 直接說 好 說完 大家都是朋友 好嗎 有沒有 你有沒有試過 有時和你很close的朋友 人家說話 是很興奮的 興起的 但說完 大家都更有朋友 甚至更有朋友 這些是真的朋友 這些應該是感恩 因為你是對事 不是對人 這也是很深入的分享 今天我們分享一點點 就是你有的什麼 你有的 network of people Circle of friends 你有的 family 當然 你有你自己 你有你自己 你自己要OK 才可以幫到別人 如果你不看待自己 怎麼可以幫到別人 對不對 這樣你自己可以睡覺 可以睡覺 可以睡覺 可以走得 可以走得 所以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每一天 去抽少許時間 去思考 因為為什麼你要抽少許時間 思考 不是多舊魚 是因為這件事 會對你自己有得益 其實 Depression那個人也有 我開始相信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有少許 幫助我分享 或分享 與每一個朋友 在社會 如果有些朋友覺得 沒有什麼用 說些話 不想聽 那是OK 你沒有問題 我希望我們的分享 可以 至少幫助我 影響到一些朋友 這是從心裡 大家可以分享 給其他朋友 這是在上次的影片 做運動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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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有個教練 找個教練 教練是給你一個方向 就算你說 我現在很開放 我現在想接受 我怎樣去 come back 那些事情 有些人帶著你 所以教練很重要 外面有很多 很好的教練 很多人 但是 要我們先接受 你肯走這條路 另外 很多朋友 自己是 毒性 都不知道 自己是毒性 或者有些人說 我是毒性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要找 mentor 幫我 我也有 mentor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告訴你 你的 feedback 如果你給我非常感激 我非常感激 這個影片 大家可以再錄下去 再聽 因為剛才也有很多 材料 一定是 我希望簡化給大家 然後 非常直接 希望我們每天都會更正確 每天都會更正確 和 抗亂這種抗亡 我沒有喜歡 因為影響太多人 是沒有警告的 希望每一個人 我們都可以 活一個開心的生活 可以 可以 生意到 身邊的朋友 你就可以看見自己 好嗎 好 我們此時跟大家聊 拜拜